大概在有兩個多月前 在節目中有這個談到 就是這個董哥的婚姻狀態 那後來其實那時候 其實光就媒體的報導 我們就覺得說董哥好像 有一點怎麼講 知情不報 所謂知情不報就是說 你明明回來台灣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 回來台灣然後過年 那你陪媽媽你沒有回家 然後就是整個很多的苗頭 是指向董哥 然後這個羅小姐 可能受到一些冷落 或者一些心裡面過不去 所以這個婚姻 沒有辦法走下去 可是後來我們討論過之後 沒多久有一次我跟董哥同台 可是他講的這個狀態 又不太一樣 而且其實還滿驚訝的 那這個就會牽涉到 我們待會談到的財產分配 他有提到一個狀況就是說 其實他回來之後 他也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當初去大陸 其實發展的時候 是他們兩個是 夫妻是有一個共識的 就是希望為家裡面 多一點這個更多的財源 然後呢更就是最後 再打拼一下下 然後呢所以這樣的共識之後呢 因為大陸那邊其實 後來事業繁忙 所以就一直忙一直忙 所以有時候呢 其實真的因為工作太綿密 而且太緊湊 所以他沒有辦法回來 然後呢他的講法是 他回來 第一個他回來台灣過年 其實他太太是知道的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重點是他覺得他拼了老命 這麼老了 然後當然這個肚子那麼大 其實還要去就是做很多 那種高難度的動作 其實他也拼了老命再賺錢 然後他講了一個 很驚人的一句話 他說你想想看 他嫁給我這20年來 也沒有工作過啊 他只有最近一年才開始工作 那呢請問哪來名下這麼多的 所謂的房地產啊 有店面啊 都是老子的血和錢 所以你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他後來他講說 他就是負責賺錢 負責打拼 所以呢財務 其實都是交給太太來管理 所以他突然間遭逢巨變 對他來講 甚至一度還哽咽 也說到這一部分 他說可不可以 因為我還能賺多久 那這個是我大半輩子的 一個辛勞拼來的 那是不是應該要分我吧 可是後來現在最新的狀況是 他們已經透過律師要做這個 所謂的這個離婚協議 那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他們現在卡關在一個部分是說 這個羅若芸希望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分成三份 就是說他一份 兒子一份 然後董志成一份 可是這個部分據說啦 因為這個當事人沒有 這個我們直接問他 可是據說是就是董哥呢 他覺得應該是對分就好 為什麼要分成三份這樣子 所以現在有一點點卡在這個部分 那董哥因為我們剛剛提到他有說嘛 他就說你二十一年 再來我們家 你也沒這麼討論啊 就最近的一年 你哪來的店面 是隔壁老王給你的嗎 那都是老子的血汗錢 老實講這些話聽起來有難聽嗎 很難聽對不對 感覺你這個男人 其實好像沒什麼倒露 小鼻子小眼睛已經開始在計較了 還有這個跟他之前 如果大家還記得 事情剛爆發的時候 媒體有一個報導 我很小 可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董哥表示如果將來離婚 就是透過律師 他呢願意大部分給羅小姐 然後呢只要他好好的照顧兒子 是不是有這一句嘛 可是那一次呢 後來呢董哥就是上節目的時候 他就有一點不太一樣 你就會發現說 他有某種程度上 心裡已經開始焦慮了 為什麼 其實他有一個背景 他為什麼講這些話 他真的是會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因為他從回來到 他表示啦 他說啦 他一直傳簡訊給他的太太 覺得說你出來面對 我們來談一談 不管用什麼方式談 他說呢太太呢 不是呢不讀不回 就是已讀也沒有任何的回應 而且這個時間是一個禮拜 然後一直過 所以他當然會有一種 呈現某種程度的焦慮 再加上他一定有律師嘛 律師應該有建議他就是說 你不要一下子把話講滿 說都給你 你有你的權益嘛 其實他其實某種程度 他只想說 因為所有的錢都是太太管的 他很怕到時候 連他那一半都沒有 其實他只要 他其實我覺得是蠻合理的啦 他只要一半就好了 他的一半 可是後來發現呢 有一個問題喔 鄭大哥 之前是講說 他說都是我賺的 可是呢另外有一個媒體 他報導的其實完全不一樣的喔 他說為什麼羅小姐會覺得說 後來在律師協調上面 他希望要分三份 他不是像董哥講的 他呢都沒有賺錢 其實他嫁給他之後一直有收入 然後再來跟娘家合買一些房地產 也都有不錯的獲利 不過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真正的實情 我們不曉得啦 沒錯 那既然媒體有報導 我們就做這個平衡 TPBS是寫說 董事長的太太羅若芸 直到這一年才開始上班賺錢 那鏡周刊是說 羅若芸婚後一直有工作 身為上市公司秘書的他 收入不錯 加上娘家一起合購的房地產 升值不少 那所以羅若芸的財力 其實是OK的 那我覺得老實講 我們又不是調查局 又不是法官 也沒有調查權 我們是不知道 可是既然媒體這樣報導 有落差 那我們就一起呈現這樣子 好 那我想先請教蔡律師 一般來說 就是夫妻要離婚 財產的分配 分給兒子這個是OK的嗎 除非他們自己協議同意 否則在法律上 其實因為是夫妻財產 分的當然是分給夫妻 但是很有趣的是 在我的案例裡面 會想要分給小孩子的 通常都是誰會主張 只有太太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通常這個孩子 都是歸太太監護 或是由太太擔任 主要照顧者 所以分給小孩子那一份 就等於他以共享的那一份 那另外一個是說 一般的女性 其實帶著孩子 或者是女性到了 我不曉得羅小姐現在幾歲了 也知道40幾歲 她要再婚的機率不高 對 要再生小孩的機率更低 可是董哥你看他這樣子 他還是有可能再婚 因為他再婚的配偶 可能會比他年輕 他隨時都有可能生小孩 他生小孩之後以後 董哥的財產 如果將來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變遺產 就會多一個人來分 所以為什麼女性會特別想要 在離婚的時候 先分一份走 他會覺得 這是我替我孩子做的保障 與其給以後那個不相關的女人 不如先給我兒子 與其給以後那個不相關的女人 跟他生的小孩 那不如給我兒子這樣子 所以一般的女性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所以夫妻是婚後的財產 不管是誰賺得多 誰賺得少 或者太太沒上班 都是平分 是 所以我就覺得很有趣 其實像很多男生就講說 錢都是我賺的 你怎麼可以跟我分 其實不管錢是誰賺 今天不管是董大哥賺的 或者是他太太賺的 不管誰賺的 只要是婚後賺的 在離婚的時候還剩下的 就算在你名下 你也得分我一半 在我名下 也得分給你一半 而且不管是誰賺的 那今天為什麼 主持人必須保持中立 五個來編只有一個男生 慘了慘了 怕了喔 不會 不會啊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分 而且你也站在女生那邊 沒有 我覺得說 其實要分這個部分 我覺得說 男生一定在這個時候 會有一個迷思 尤其是中年男人 要面對離婚這件事情 有很多惶恐我覺得 就是可能也不 這個惶恐也不是說 我可不可以再找一個人結婚 因為不一定嘛 然後第二個來講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會有一種感覺就是說 雖然這個小孩子 都是女方照顧 但對男生來講就是覺得說 哇 這個小孩離我越來越遠 就這個部分他不一定能 就是他也是要去消化的 然後我的建議就是說 既然是要分對不對 好 一人分一半 然後我們再來想說 要給孩子共同的基金 多少再拿一些出來 為他共同基金設立一個 我覺得這樣不就比較OK嗎 黃醫師應該感受蠻深的 因為你也是在打財產官司 那你怎麼看這個事 就是我覺得那個董大哥呢 他就是把這個台灣 或者是說華人世界男性 在離婚的時候的囧態 百分之九一九呈現出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囧態 是因為其實不要看男生 平常就是好像 都是說自己好 都表現了一副 就是我最大 我最好 我最棒 什麼二十一年賺的錢 都是老子的血汗 當我們女人沒有汗線一樣 那其實會這樣的是 因為這個董大哥 他背後一定呈現著一個 其實男性也會焦慮嘛 我四十歲離婚 如果我身邊是沒有錢的 你覺得我還交得到女朋友嗎 你覺得靠我的長相 靠我的年紀 靠我的精子 我真的還騙得到 年輕的嫩妹嗎 他們心裡當然是想要嫩妹嘛 所以其實考慮到 他後來未來的生活 這個生活不單只是說 這個保暖而已 還有淫欲嘛 那所以一定要 在這個財產上 一定是要很爭執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 這個所有在離婚狀態 經歷過的婦女 我們都會奇怪 就是說 這個跟我相守 這個二十一年的這個男人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其實他們就是有這個需求 那可是如果大家有看過那個 因為我比較常在看 八卦綜藝 有一次我有印象好深刻 有一次是不曉得是董大哥 還是這個 這個未來的董 董大哥的這個前妻 就是羅小姐 不曉得哪一個人說 這次媒體訪問 說他們帶兩夫妻 帶小孩子一起出國去玩 結果呢 只有董大哥做商務艙 還是頭等艙 然後呢 這個羅小姐 就是媽媽太太跟小孩 就坐在經濟艙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是還蠻 就是講得很好 就說你看 我就是要讓這個小孩子 要知道我們家境 雖然是好 可是如果你想要有 比較好的這個物質生活 想要搭商務艙的話 可要知道是爸爸 這麼努力賺錢 才能做的呢 所以你跟媽媽 是坐在經濟艙 如果以後想要 這樣子的生活品質 你得努力的賺錢 要用功呢 這樣子的話語 表面上聽起來 好像有一點正確 這誰說的 這不想是董志成 接受訪問的時候 還是董大嫂 他們夫妻接受訪問的時候 說的 就是他們家的 最小孩子的 這個教育是這樣子 那他會提出這個例子 其實就正正顯示說 其實他們家 在這個董大哥為主的 男性的賺錢的世界裡面 其實就是認為 只有出去工作的人 才有資格坐在商務艙 才有資格享受 所以他今天才會 就是跟這個媒體 之前有一段話說 他其實跟這個 這個羅小姐結婚21年 難道這個錢 是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還是隔壁 講得很難聽 隔壁老王給你的嗎 其實老王 一般來講還會比較帥呢 然後天上掉下來 也只有鳥屎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男人 會這樣子覺得 無非就是 其實是看不清楚 女人在家中的奉獻嘛 其實如果沒有女人 就是說 把這些事情都包了 小孩子 你任何所有這些事情 要給外包去 人家人力來做的話 其實男性的資產會負債 對 所以其實男性只是說 不願意去面對這一面 然後其實男性天生 我覺得也沒有那麼顧小孩 沒有那麼顧小孩的意思是說 其實男性 因為他不在家裡 他就沒有看到養小孩的需求 對 當太太跟他講說 我們這個奶粉可能要多買 尿布要多買的時候 他會覺得你怎麼不戒斷尿布 怎麼不戒斷奶粉 那我想請教一下蔡律師就是說 我們的氣智啊 感覺他應該是個女生 感覺 她說啊 很多狀況是 男生的婚鬥財產 也是女生的婚鬥財產 但女生的婚鬥財產 卻不是男生的婚鬥財產 你聽得到嗎 我聽得到啦 就是以前談戀愛說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還是我的 我會好啦 那只有談戀愛的時候 而且就談戀愛出去 才會有這個樣子 其實現在不管男男女女 講到離婚的時候 其實爭執最多的 大概都是金錢 沒有什麼 對 其實我剛剛覺得 董大哥要他的一半 沒有什麼錯的地方 我覺得同時 我們在鼓勵女性 要去爭取自己的權益的時候 不要對於男性 要爭取自己的權益 我們就給他貼一個負面標籤 因為我覺得這是 每一個人合法的權利 法律就是賦予你這樣的權利 有什麼好 不要爭取的 那我覺得他們比較大的爭議 會是我覺得會發生爭議 應該是在合購的部分 就是說到底是羅小姐自己買的 還是家人怎麼出資的 那個反而是在我們處理 剩餘財產的時候 要去釐清說 你家人出多少錢 這個方式借你的名字來投資的 因為投資如果賺了 如果假設是這樣子 你出多少錢 我出多少錢 結果全部關在羅小姐名下 可是我有出錢 那我拿回來的時候 不是拿回我的一百萬 我還要拿回我增資的 就是賺的部分 對 其實最難搞的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怎麼去處理這個地方 是比較困難的 其實我在強調黃醫師 如果董哥這個事情 這樣的話 看起來你可能也會碰到 就是說你的兩個小孩 因為有前夫的血緣 所以你以後可以分 那一筆很龐大的財產 對不對 對 所以你以後會很好命喔 然後你看啊 光現在租金一個月 一個月是不是 就一百萬了啊 那可是如果那個前夫 後來又再娶 然後他把財產全部給那個女人 那你就你們家兩個小孩 就什麼都沒了喔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也這個呼籲前夫趕快娶這樣 呼籲他趕快娶 對啊 我覺得他就是沒有趕快娶 所以他的人生都 就是在那邊糾纏我 我覺得也不是很好 可是他趕快娶 他把財產都給那個女生 你們兩個小孩就沒了 你覺得他如果跟那個女生 生不出小孩子的話 他會把錢都給那個女生嗎 第一個 第二個 我也不是認識前夫 第一天 第二天 我認識他二十一天可以被騙 我認識他這麼多年了 看他的行為 我還能被他騙嗎 他當然是看錢比較重 不是看女人重啊 是喔 所以錢 一個人如果沒有才華 會覺得說別人愛他 都是因為他錢 那就是因為他自己 也看不起自己的 其他的能力 看不起自己的外表 看不起自己的才華嘛 所以當他的家人都來說 黃佑佳就是嫁你 是因為這個愛錢的時候 其實他們家的家人阿姑 也是看這個外甥 其實也是不知道的嘛 所以如果別人都這樣子說 他的氛圍都是這樣 你覺得這個男人會 不用依靠錢來包裝自己嗎 當一個人需要錢來包裝自己的時候 錢是給不出去的 那你說他看不中這個女生 他會看中兒子嗎 我覺得他跟很多男人一樣 是不看中兒子的 今天如果看中兒子 他當時候在婆媳問題的時候 就應該要考慮這個兒子的未來 應該要比較不是這個什麼 全盤的助紂為虐嘛 至少好歹要在那中間嘛 可是也沒有啊 對啊 所以這樣子就是 也不愛自己的小孩 因為如果真正愛自己的小孩 你看多少的媽媽 在婚姻中是容忍的 是嗎 是